大家好,我是天昊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生物与环境的个体到生态系 所以从个体呢,我会讲到族群,再讲到群集,再讲到生态系 好,那在讲这个之前,先来问问大家几个问题 如果今天呢,你在这个萤幕里面看到这样几个东西 你会说什么,我想说它是一个人,没错吧 那如果接下来你看到萤幕里面有,哦,好多人哦 对不对,你会说这叫做一群人,嗯,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如果你在萤幕里面看到一群人,一群老鼠 接下来你还看到一群狗狗 那这时候你会说这个萤幕里面有一群人加一群老鼠加一群狗狗 嗯,好,那接下来再复杂一点点好了 一群人加一群老鼠加一群狗狗再加上一片他们生活的草原 于是你会说有一群人一群老鼠一群狗在草原上面,没错吧 嗯,大家可能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奇怪 我到底在讲这些讲什么东西 我们是在考大家的算术嘛,还是什么用词之类的 不对哦,今天呢,大家在学完这个章节之后呢 大家可以用另外比较专业生物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来教大家怎么样去用另外一种专业的名词 来去称你刚刚看到的这些东西 首先第一个,刚刚你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人 你说他是一个人 可是我们今天如果在生物里面呢 我们说一个具有完整生命机能的生物 我们会叫他个体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这个路上看到有一个人 你会说,哇,我看到一个个体 这样不错吧 好,那接下来呢 如果大家在萤幕里面,我们刚刚你说你看到这样的一群人吧 对吧 但是如果呢,我们生物说啊 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里面我们看到了 同一种的生物,然后有一群的话 我们说这个叫做族群 大家看到这边有男人女人嘛 都是一种人,同一种生物都是人 OK,所以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有没有,你现在在这个萤幕里面看到了 对吧 然后同一个地点,是不是在这个萤幕里面 对不对 有同一种生物,然后有好多个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叫他族群 好 那接下来呢 刚刚你看到的 哦,我有一群人 一群老鼠 加上一群狗 我们生物里面我们说 如果你现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你看到许多不同的族群在这里的话 我们说我们称他叫做群吉 也就是你在那边看到一群狗 一群老鼠 然后一群人的话 你可以称他叫做群吉 如果你在公园里面有没有 你看到 哦,就是有一群在这边生活的那个狗狗啊 然后一群在这边生活老鼠啊 然后一群在这边就是 就是生活的人们 你说,哇,我在公园里面看到了一个群吉 有没有很专业,不错吧 好,那在接下来呢 如果我刚刚说 是不是加了一个草原在上面的时候 这时候变成什么情况呢 我们看到了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然后有许多不同的族群嘛 对不对 这个跟刚刚一样 就是群吉 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些群吉呢 加上他生活的环境 例如说他生活在草原里面 他生活在生命里面 他生活在海洋里面 我们就会变成生态系哦 这加上自然环境之后的结果 好,我们在后面这一个 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刚刚一大 有没有记得我讲的那些东西哦 好,第一个个体 我们说他就是一个具有完整的 机能的一个生物 对不对 就是你刚才看到一个人嘛 他能够独立的活着 对吧 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生物 我们就说他是一个个体 好,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你有同一种生物的话 然后有一群的话 我们就说他叫做族群 好,那接下来群吉是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帮我回忆一下 然后大声的帮我喊出来 在电脑前面 你喊在大声我都听不到 好,接下来呢 群吉就是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里面 你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有没有发现 他跟这个族群 跟这个生物不太一样 最后一句的部分哦 所以如果你发现有很多不同族群 像刚刚你看到 有人的族群 然后有狗的族群 有老鼠族群的时候 你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你看到许多不同的族群 我们就称他叫做群吉 好,那接下来如果 要变成生态系的话 怎么办 加上自然环境 就会变成了生态系哦 大家可能有些人在读的时候 会分不清楚族群跟群吉 这两个到底怎么分啊 没关系哦 这边教大家一个计法 就是呢 群吉 群吉 什么样叫做群吉 我们说就是族群的吉和 我们叫他群吉 所以大家记得哦 我们是先族群 才会再来有群吉哦 好,那接下来呢 帮大家补充一下 什么叫做生物圈 生物圈就是地球上 所有有生物的地方 也就是从呢 海平面向上或向下 各算10公里的这个距离 也就是我们的生物圈哦 也就是我们在海平面上 10公里的地方 有曾经发现过生物 在海平面向下10公里的地方 我也没能够发现生物 所以海平面上下10公里 就是我们生物所存在的范围 也就是生物圈哦 好,那最后呢 给大家一张图片 帮大家整理一下 我们一个人的 这叫做个体 如果很多的同一种生物 就像这个 我们称他叫做族群 那接下来 如果你看很多不同的族群 例如说狗啊老鼠啊 猫啊鸡啊牛啊 然后人啊之类的 我们就说这个叫做群吉 好,那如果接下来 你加入了自然环境的话 我们就会形成我们最后的生态系哦 好,大家记得把这张图片好好记得 这张图片会对大家未来很有用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下次再见咯